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是台灣的6月4號,也是中國的5月35號 那我們今天來到台北的自由廣場來參加追悼八九六四的紀念活動 我們今天要去訪問一些參加這些活動的民眾 昨天在中國牆內有很多人冒著這個風險去衝塔 有中國的學生在課堂上發了PPT簡報說這個八九六四天安門被帶走了 在昨天中國也有一名女子拿著美國國旗跑到台上喊著美國的獨立宣言也被帶走了 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我們台灣台大的學生 昨天在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晚上六點四分之後 點了蠟燭,悼念六四,被香港警察以煽動罪移送 所以請我們台灣政府,台灣校方應該出來保障基本的普世價值跟人權自由 難道紀念歷史,紀念過去是一種顛覆的行為,是一種錯誤的行為嗎? 那我們現在先去訪問一下民眾的想法 我們有看到你的影片,你說你今天想回來,我們就來推開走 我家平時比較偏向那種成功 家裡的思想就是比較大一筒 然後看了影片之後就會開始有一些新的想法 就是跟家裡不同的想法 那你知道八九六四是什麼時候? 我知道 就是學生來抗議,因為未來民主來抗議,然後被碾壓 那你們覺得,因為這畢竟是中國人的事 那我們身為台灣人為什麼要去關心這個? 也就是想為了他們民主出一份心力嘛 因為其實他們正常人也不少 只是他們正常人不會像是在網路上面這樣發言 對,他們正常人都是沒辦法發聲 都會被中共那個鎖評論還是幹嘛散 班子運動也是啊,就是他們只要一出來 然後就被,就都被掃光了 正常的言論期都被刪掉了 都只剩下那種,就是小粉紅的言論 就是,那很高興今天你們一起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們大家一起為民主加油吧 好,謝謝 我來自中國,是在台灣讀書的中國留學生 那你來這邊之後才知道這個天安門事件嗎? 還是之前在中國的時候就知道? 在中國的時候,我是上高中的時候了解到六四這件事 我很幸運,因為我高中的時候有一個老師 他是相當的反共 所以那個時候也算是讓我這件事情有了解 並且跟一些志同大和的朋友也做了討論 我一直跟大陸的就是中國那邊的學生不太一樣 因為我可能本身就是算是有反骨的一個人 所以當我聽到六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反倒沒有什麼抵觸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在中國發生很正常 那來台灣之後像是參加這個活動 你覺得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也算是發生我自己內心的一個願望 因為我最近在大陸 六四畢竟是發生在中國大陸 我們最應該去紀念六四 但是很可惜因為共產黨關係 沒有辦法去在大陸紀念六四 我在想既然台灣有這樣的機會 我就一定要來盡我自己的一份力 你算是這個人多一點 這個現場也更大一點 台灣人為什麼要去支持這個活動? 因為這畢竟像你說的這不關我們的事 報導意義上來講我看到現在 大家這裡人聲鼎吹能聲援我們中國的民主運動 這相當的改動 從現實方面來講 共產黨最近這幾年 尤其是習近平上來 對台灣一直是 他一直想吃掉台灣 我覺得台灣無論是社會各界 尤其是年輕人 更應該去關注政治 關注六四 關注中國現在共產黨 他們腦子裡到底在想什麼? 我覺得就以目前的方法來講 台灣年輕人對於政治的關係還不夠 好 那感謝你今天的受訪 謝謝 我很早的時候就有看過這些事情了 我父母本身也都是很時常關心政治 甚至我爺爺本身他也是從大陸來的 所以你從小就已經知道八九六四 對 我很小就知道了 我很小就知道中國政府對人權的迫害 我就一直總有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站出來改善這件事情 但問題是我爸他本身就是很舔共的 我很常每次都會跟他有一些爭論 我媽也常常會跟他有一些爭論 但這並不代表他會對我們不好 他一樣也對我很好 他有的時候還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被和平無同 就說我們什麼都不要作物 我們就改被跟他們混為一談 我們就應該要接受那種沒有民主的生活 那你跟你爸在天安門這個事件上有分歧的看法嗎? 他很常對這種事情就是覺得說 是沒錯但問題是中國有這樣的事情 但問題是他會扯說其他國家也有 像他會說美國也會有其他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都只專注於討論這一個 像是我今天看到有人在發那個推特 就有小粉紅去轉發那個 我支持黨在八九政治風波做的事情 結果在微信上在微博上 五分鐘內馬上被刪 所以我是覺得說你連支持中共在八九年做的行為都不行 那你覺得身為一個台灣人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必要要來稱中國人? 人權、自由、平等是每個人都應該享有的權利 人生而平等 不分種族、不分國界 不分種族、不分國籍 是是是 希望我能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去幫助其他人 謝謝 好 謝謝你 那我們現在採訪到這個香港人附湯 那可以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為什麼你要來 我在法術中的時候曾經必保 然後控告暴動罪名 香港的綠警司他享受我的範圍 然後我們叫對博工廠 然後我就來到台灣這邊 那你怎麼看當年八九六四這場風波? 八九六四跟我們香港是同一件事情來的 雖然我們發生在不同的年代 但是我們爭取的都是民主跟自由 是一個不同時代的民運共同體 那有什麼話想要對牆內的中國朋友說一下? 我想跟你們說 你們如果還有老大的說話 你看一下香港的狀況 然後你覺得你繼續跪下來 你真的可以繼續生存下去嗎? 謝謝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那我們很高興又邀請到 以前我們社群日記在兩三年前 訪問到的這個佐拉 來自中國的佐拉 現在也是我們花蓮冷的啦 現在是冷的花蓮國的啦 是每年都來參加這個活動 基本上每年都會來 我們台灣人 畢竟我們不是在中國出生長大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關心8964 你覺得 從人權保護的角度看的話 是應該關心一下 另外一個的話 如果中國的政治環境變得非常惡劣的話 他們可能會做出很多荒謬的決策 比如說入侵台灣 對 所以中國要是變成一個民主國家的話 台灣就會安全很多 就讓我們不要每天擔心 飛彈和飛機在台灣旁邊飛來飛去 是 像是8964其實更早之前 又可以扯到86學運啊什麼的 然後胡耀邦像趙紫陽那個 8964嚴格上來說 也算是中共的黨內鬥爭的一種 但是你怎麼看 比如說趙紫陽這一派 假使當年贏的話 中共真的有機會走向民主自由嗎 我覺得即使開明的 就是幫改革者 不要幫他們能贏的話 也不一定能走向民主自由 我的理由是 參照波蘭或者是捷克他們的革命的話 他們比如說波蘭的團結公會 花了10年去做社會的動員 89的學運中的話 假設改革開放一開始有的話 也差不多10年那樣子 但是我的觀察是 像高自聯這樣的學生組織 去主導這場學生運動的話 他們也只有50多天的社會接頭經驗 所以我覺得他們民眾的基礎還是不夠 然後人民日報在戒聯令之前 還有把中國的商網的這些數字 或是支持學生的這個言論PO上來 但是之後就沒有了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一黨捐贈造成的問題 也就是說儘管他們有這麼多意識形態之爭 有這種媒體上面的這種觀念之爭 但是始終共產黨是共產黨 始終是沒有在野黨 對 沒有在野黨就意味著 即使你有不同的看法 也隨意識可能會被滅掉 所以無論是80年代還是90年代 還是現在21世紀 我都覺得中共始終是一黨真正的 始終是缺乏在野黨的 始終是缺乏黨外的監督的 對 黨內的監督 無論多麼的殘酷 多麼的熱烈 那都是宮廷鬥 那個對民眾來說 那還是遙不可及的 所以我的希望是 要真正出現在野黨 出現黨外運動 才能夠帶來民主的希望 中國的民眾能夠像彭麗發 彭在州那樣子勇敢的站出來 好的大家走上街頭 發表自己的看法 讓這個社會的治理走得更有秩序 有沒有最後一句話 來跟這個肉身還在強烈奮鬥的中國朋友 來說一下 含話一下 請不要排斥黨外人士 對你們的關注 請多加利用 海外人士的關注 是有效的 不要排斥 請多加利用 是 好 謝謝佐拿的這個受訪 感謝 好 謝謝 那想請問一下為什麼 你今天會想要來參加這場 8964的活動 自從韓國瑜那時候 我就一直有在 開始開始關注那個新聞 那你了解這個8964的起因嗎 趙紫陽跟胡耀芳 我一手的那個 就是改革開放時間越久的時候 然後他們的人就會開始想要一些新聞自由 但是 共產黨他們還是 不太想要 他們還是覺得 他們自己的權利最重要 然後胡耀芳 胡耀芳那個人就是比較可惜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那隨著時間越久 示威的人群就越大了 然後鄧小平最後 就直接把坦克抬出來 從那個時候開始 中共的本質就是 從頭到尾都沒有緣 對 因為其實改革開放到一定的路 一定會壓縮到共產黨的權力 包括你要放權 你要新聞自由 你要言論自由 當時有一個叫做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個東西 鄧小平很奇怪 鄧小平自己 自己那個時候改革開放提出來 這個 然後後面他就自己有反對這個東西 所以蠻矛盾 就是到現在這個習近平上任他也是 因為你經濟改革開放到一定的程度 你一定會要放權 所以習近平現在為什麼要走回毛的路線 因為畢竟必須讓中共在這個死循環裡面 他才比較不會垮台 所以覺得是蠻悲哀的 那你覺得你身為一個台灣人 為什麼我們要來關心中國的這場領域 這也釋放我們台灣自己的安全 是 怎麼說 就是因為民主這個是一個普世價值 像我們台灣從1992年民主化到現在 每次靠了很多人的能力 那你有什麼話想要跟這個 牆內的中國朋友說一下 我們知道你們也有很多人 嚮往民主自由 那我們這邊在場 很多人也是支持你們的 所以你們要加油不要放棄 好 謝謝 謝謝 比較特別的是 剛剛得知您是菲律賓人 對 怎麼會想要來參加這個八絕六四的活動 因為目前在菲律賓人 我們在競選在一次我們以前獨台的教廳 叫小馬克斯 在壓迫我們 他們想取消我們的記憶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活動 看到天然們記憶的活動 我們覺得應該要給我們的聲援 因為我們有一樣的 我們有一樣的 我們有一樣的 敵人 我們有一樣的 我們都要站在一起 因為他們不僅僅 在中國的自由 也不僅僅在台灣 在香港 在香港 在全世界 完全加油 你今天怎麼會想來參加這個活動 覺得 因為... 因為被親愛上班 因為... 我其實228也會去獻花什麼的 我覺得 只是我之前沒有那麼關注六四 我覺得它離我比較遠 但是 其實剛才你錄下來 其實我有幾段訪問我蠻想哭的 就我會覺得其實 很多事情都跟我們很近 然後如果我們 真的沒有選擇站出來的話 那最後真的會被大家都忘記這件事情 你覺得聽到他們這些事實比較想哭 還是今天沒有薪水比較想好沒有 今天不是 應該要加班廢吧 哈哈 好啦 真的難過 然後我也覺得 今天雖然加班 但加的很有意義 因為今天的每個訪問 我覺得都很重要 就是幫自己的知識上了一課 對對對 就是很多會跟 自己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樣的 然後會發現其實 他們都這麼勇敢了 我們為什麼可以 事不關己 對 就有這種感覺 繼續加油吧 剛來到自由廣場的時候 下是暴雨 看著靈心的人們 一開始 確實有些沮喪 但隨著雨勢的減緩 越來越多的民眾出現在了會場 也跟我們分享了他的看法 彼此互相鼓勵 勉勵著我們台灣人 也勉勵著中國人 最後的點燈愛到晚會 暴雨又來了 但是人數不減 反正 感謝大家願意出門 和民主自由站在一起 希望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都可以願意獨裁 擁抱自由民主 台灣人加油 中國人加油